哈囉大家好我是好威 歡迎大家來到好威的頻道 錄製這條視頻的時候 是在2023年的3月20號 星期一的下午的4點鐘左右 剛剛好威錄製的一條視頻是 好威在北京市成為外賣騎手的第22期 跑完單送完餐回來洗八點之後呢 然後就來錄製這條視頻 這條視頻主要是跟大家聊一聊 好威在10年之前 2013年的3月29號 在台灣台北市的某一棟建築物裡面 曾經跟馬英九先生握過手的相關的經歷 那眾所周知就是馬英九先生 於2023年的3月27號到4月7號 他要回大陸這邊記住 這條新聞好像是昨天 3月19號的時候就出來了吧 這幾天大家都在討論這些事情 大致上在網上一說得到的呢 基本上呢 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在講關於政治層面的東西 那熟悉好威的老觀眾應該都知道啊 好威現在已經 我現在已經講政治嘛 他得講好 要講不好的話 可能就沒辦法過審對不對 然後我已經很久沒有去講時事話題 跟類似政治的一些相關東西了 就在剛剛我跑完外賣回來的時候呢 然後在網友就給好威留言啊 就說哎好耶 聽說什麼英九現在怎麼樣怎麼樣啦 那他們對我之前 在2022年8月份發的那一個 台灣的優秀青年 創業失敗等等的一個相關話題 比較感興趣啦 那我在2022年的8月份呢 主要是受了大陸這邊 應該是福建那邊的一個自媒體吧 去採訪就是海外 或者是說反正就是各種採訪就對了 然後採訪到我 然後我就以書面的形式跟他說啊 我這一輩子的經歷大概是什麼樣子 然後人生在2013年的時候 曾經獲得台灣的優秀青年的獎章等等的 網友對好威在台灣優秀青年的獎的時候 比較感興趣啦 那因此呢這條視頻就跟大家稍微簡單的聊一下 當初跟馬英九先生握手的那一段時間 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情 以及我憑什麼可以去跟他握手 大家知道啊2013年的時候呢 馬英九先生他還是有一份重要的工作的 我現在講話都比較委婉一點啦 那時候2013年他有什麼樣重要工作的話 大家可以自己去查 這個我就沒辦法跟大家再口述了 台灣的青年節是在每年的3月29號的時候是舉行的 好威是在我滿22歲的生日的前一天 我是3月30號生日的 然後我是在2013年的3月29號代表台灣的嘉義大學這個學校 裡面就選一個人就是我 然後去參加這個受獎的典禮 每一個大專院校 包括在台灣的那種軍政的學校也都會一個學校選一名學生出來 算是各大大專院校的優秀青年的受獎典禮這樣子 然後我那一年剛好是運氣非常好可以參加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我想跟大家講一下 好威以前在大學的時候呢 是一個不學無術的一個小夥子 人家上大學呢 基本上呢 要不是認真真真好好的讀書 要不然這是使命的打遊戲 對我來說的話 因為我以前高中的時候是男校 是在台灣的徐慧中學 徐慧中學在上海也有分校 就不扯這個 台灣的徐慧中學呢 是一個男子學校 這裡面基本上都是男生 除了教師有可能是女生之外呢 其實同學之間全都是男的這樣子 我在高中的時候呢 就已經錯過了高中的這種社團活動的這種大好時光 因為台灣的高中生非常新那種就是做一些團康啊 康復等等的這種社團活動 那像是我們的私立學校的話是沒有的 所以我高中的時候就非常盼望進了大學之後呢 我也可以參加大學的社團活動 所以我上了大學之後呢 我積極的去參加在大學的各種 無論是學校的社團還是戲學會的活動 或者是說我組樂團 或者是說我去跳舞表演 參加什麼雞二三十 二手義脈 夏令營冬陵營去帶孩子等等的 基本上我在大學這四年的期間呢 都是不學無術啊 大家都好好的讀書 要不然就好好的打遊戲 但是我不是就是各種折騰 在外面辦活動拉贊助等等的 就是這樣子啊 因為我在大學辦活動會跟大學的那個課 課外活動組非常熟嘛 課外活動輔導組就是 針對我們大學的這些 上大學的人應該都知道吧 就是針對我們這些社團活動 給予一些輔導拉 或者是說有什麼獎金補助可以申請啊 活動經費申請啊 或者是說活動經費申請完了之後 合校的動作 基本上呢 我們學生都是得去跟學校的課外活動輔導組 去打交道的 他們以前有什麼樣的一個需求 會找我們 打比方說 因為我在大學時期 是一個志工性的社團的某一位成員啊 在裡面工作的時候 就跟課外活動組很熟 那他們如果是有什麼 東令營夏令營 或者是說 有額外的一些外面來找他們的機構 他們也想要找我們學校的社團去承接的話呢 基本上呢 我都是比較熱情的去幫助課外活動輔導組 所以就是說他們有什麼好事情 打比方說便當沒吃完 可能也會找我去吃之類的 就進課外活動輔導組就跟走廚房一樣 就是跟裡面的人都很熟啦 就是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跟我講說 好耶 我那時候大學時期也叫好耶 好耶 我們現在有一個那個嘉義大學的那個 全台灣性的大專院校優秀青年的評比 每一年呢都會憑一個優秀學生代表嘉義大學去 去台北市的某一棟建築裡面去受獎 因為這個內容是在大陸這邊播啦 所以呢可能有一些機構的話 我可能沒辦法講得那麼明白啊 就是這樣子 後來活動輔導組的專員 他們就跟我講說 好耶我覺得你非常有機會 他們就推薦給我 然後我那時候我就算一下我的學歷跟經歷嘛 我的經歷呢在大學的期間 我有擔任過社長跟副社長 還有一些社團裡面重要的職位啦 但是我想跟大家講喔 就是這些重要的職位 基本上呢你只要有心 你只要認真做基本上都可以喔 並不是代表我很厲害這樣子 就是我就是大學的時候就想說 就這四年我就是要幹大的 有什麼活動儘管來這種感覺 即便是這些都是沒有錢的喔 都是沒有任何就是沒有任何金錢上面的報酬的 零零都是零 我沒有拿到任何一分錢 但是呢我就想要熱心的去響應這些活動 或者說做一些公益的活動 包括我現在拍視頻不是在捐錢嗎 對不對 就是我覺得我的一個能做的事情啦 我在我們這一屆這一年當中呢 我的經歷是特別多的 因為我參加很多活動各種加分 那像是這種推選出去 跟馬先生握手的這個活動呢 是精力佔70% 然後學歷的話佔30% 學歷的話代表是說 你在學校的中和成績 你的成績大概是落在哪邊啊 如果是說平均成績在70分 就有70分的一個比例 80分就會80分的一個比例 對我來說的話 我剛剛跟大家講 我就是各種在大學裡面玩 就是這樣子 所以呢 就絕地的話 就分數就拿的比較沒那麼高 但是精力的話 我基本上呢 是佔70%當中幾乎是滿分的 因為我在大學裡面參加各種活動嘛 就是這樣子 那因此呢 就非常非常幸運的 我在我22歲生日的前一夜 2013年的3月29號 我就在台北市參加了這場活動 那這場活動裡面呢 認識到的這些夥伴 基本上呢 也都是各個大專院銷派出來的 其中之一位 跟他們組個團體 也加個一些聯繫方式 一起去頒個獎 這種獎項的話 對於我們這些大專院銷的學生來說的話 我個人認為算是一種殊榮吧 肯定你在學習的過程當中呢 然後你在學校裡面表現 或者說你在課外活動的上面的表現的話 就是給你點個讚這樣子 但是呢 拿著這個優秀青年的獎章 我感覺出社會是 還是沒有那麼容易找工作 我是這麼感覺 但是就是在你心中有一個 強大的一個強力推薦 類似這種感覺啦 跟馬英九先生握手的這個階段 好像只有僅僅30分鐘吧 因為他也是有工作的嘛 那剛好就安排在那段時間 然後去跟我們這些人見面拍個照片 那基本上呢我們就是進去一個大堂裡面 然後每個人就進去跟馬先生就這樣握個手 他那時候講什麼我會忘記了 那就是每個人握完手之後呢 就會站在一起合照 合一張照片 這是照片我也留著 就是這樣子吧 一個類似表揚性質的一個活動 我那時候大學期間當然是新潮澎湃啊 因為我覺得我大學四年 我在大師畢業的時候 然後我得到一個這樣子的一個獎 全嘉義大學就是我一個人拿到 那我當然是覺得很 就是感覺好像很囂張啊 尾巴翹高啦 畢業之後呢 我就來大陸這邊工作啦 到現在工作也不是說非常順 就是這樣子 就是一個人生當中的一個經歷之一吧 很多人啊可能會比較希望我去涉及到 關於馬先生這次來大陸這邊 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重要的意涵 有什麼意義等等的啊 但是我感覺啊 我其實最近對這個相關的話題不是這麼的去了解 那我也不會想說 哎呀 去喊一些口號等等啊 就是我並不是這樣子的一個人 好吧 那今天這條視頻就簡單跟大家聊到這麼多啊 可能就是 我從去年的 2022年的8月份到現在呢 也新增了不少粉絲 可能也有一些人 不知道好A曾經跟馬英九先生曾經握過手 然後我就說 我在10年之前跟他握過手 現在10年過去了 我在北京這邊送外賣送得很開心 就是這樣子 這期視頻就簡單跟大家分享這邊 喜歡好A的小伙伴 你可以幫好A點個讚 你如果還想看到好A持續更新的話呢 你可以關注我喔 祝大家平安順序 祝大家好好吃飯 我是好A 感謝你的收看 期待你的留言 明天見 拜拜